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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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和大家分享秘制腌萝卜 这里有1条萝卜 500克 做腌萝卜不需要去皮 切片 这个片不要切太薄 也不要切太厚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大约1汤匙盐 如果萝卜份量少一点 盐也要减少一点 1汤匙糖 把萝卜捏一会儿 腌半个小时 腌完半个小时的萝卜 会有很多水分出来 倒入这些水就可以了 萝卜不需要过水 除非你觉得它很咸 放一点冷水洗一洗 拿干萝卜的水 放一点辣椒 这是姜片 用姜米也可以 蒜片 用蒜蓉也可以 蒜蓉 这是花椒粒 蘸少许滚油 1汤匙醋 我用墨芽醋 如果有陈醋 用陈醋 半汤匙生抽 半汤匙老抽 半汤匙老抽 加少许麻油 拌匀所有醃料 醃半个小时 早上醃好 在冰箱晚上吃 就是夏天一道非常美味的凉菜 French 鱼 天言 经萝卜 回来 解释 酱 我就联系 在来 ي